其实早在阳开第一眼看到那雕像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雕像里面有东西了 联合记忆之中看到的一些典籍记载 自然能推断出那便是虚灵剑派消失多年的清虚剑 古康宁汉手道 那样子仙族并没有抛弃我们这些不忠用的后背 我等愧对仙族 苏长法则关切地望着阳开问道 你如今也晋升了地阶可有什么不是 阳开晋升的速度太快了 可以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在几天内从人街七层到地阶 速度快则根基不牢 苏长法很是担心这一点 师尊放心 弟子并无不适 阳开坏了一句 然后双手捧着那清虚剑上前两步 此剑新族打造之时 在其中封印了三道剑气 微能巨大 弟子日前激发了其中一道 还剩下两道 可作为火虚灵剑派的立身之本 此剑还是交由师尊保管 苏长法瞧了一眼 那清虚剑并没有接受 缓缓摇头道 既然仙族隔空传法于你 要告知你虚青剑所在 那就说明仙族看中你 觉得你能引领我虚灵剑派 重现足上辉煌 这剑还是你拿着吧 杨开裂衣沉饮 汉手道 也好 对了师尊 先祖隔空传法时 还指点了我等修行的部族 传下了一套改进后的虚灵诀 弟子尝试过 比我们如今修行的虚灵诀 确实要好一些 不知是否可以传给其他师弟师妹们 哦 古康宁精神一阵 先祖改进了虚灵诀 你赶紧说说 他是虚灵剑派的大长老 也是宗门的传法长老 对这种事自然极为重视 杨开当即 将自己改胜之后的虚灵诀 和盘托出 门派三位高层 立刻聚在一起研究起来 看他们一脸兴致勃勃的样子 杨开也没去打扰他们 许许退出了大殿 这虚灵诀 是他本身改进的 确实要比原本的虚灵诀 好上很多 相信门中三位高层 很快会将新的功法传下来 到时候门中弟子修行起来 也能事半功倍 而且因为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 所以换修功法也不会有什么隐患 不过在此之前 那些师弟师妹们的根基 还是得好好稳固一下才行 大师兄 万盈盈就等在殿外 见她出来之后 连忙喊了一声 大家都在等你 杨开点点头 带着万盈盈朝前行去 不多时便来到了之前那个广场上 门中弟子齐聚 龙共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已 许多人身上声势未愈 脸色微微苍白 不过精神却是出奇的好 看样子大家对强大的力量都很渴望 杨开孝望了一圈 一个师弟道 大师兄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还请大师兄指点 请大师兄指点 众人其呼 声震云霄 杨开汉手道 万丈高楼平地起 无畏无者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强大的境界 横扫一切的修会 而是根基 没有根基 一切都是妄想 而根基又是什么 根基便是我们的肉身 肉身强便能容纳更多的灵力流淌 肉身强才能挥洒更多的力量 所以想修行 心炼体 若是有朝一时 你们能将肉身淬炼到极致 即便没有丝毫灵力 也能屠成灭国 杨开说话间 猛地挥出一拳 狂暴的力量 群起阴暴震得所有人耳膜发尘 两眼放光 我现在传你们一套炼体之术 回去了都好生修炼 莫要懈怠 是 众人轰然应怒 炼体之术这东西 应该掌握了不少 这些年东奔七炮 战杀强体无数 收缴了不知道多少修行的功法 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一些炼体的东西 稍稍整理了一下 传授给虚灵剑派这些年轻人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至于他们以后能走到哪一步 那就要看他们自身的努力了 炼体之术传下 杨开又叫了两个尸体出来 写下了一道药方 让他们下山买药 虚灵剑派年轻一辈的弟子 修为太低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的 只能慢慢来 买些药材配置 一些炼体所用的药液 也能加快他们的成长速度 那两个弟子领命离去 杨开则让万盈盈带着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灰烬山 名字听起来很荒凉 其实山清水秀 灰烬山下 一条几十丈深的矿道中 杨开迈步走在前方 万盈盈举着火把跟在后面 越是往前走 越是能够感觉到浓郁的灵力涌动 这里毕竟有一条黑玉矿脉 储藏了大量的黑玉 能有这样的灵力也不奇怪 虚灵剑派的库房被杨开搜刮一空 如今无论是发展宗门 还是自身修行 都需要庞大的物资支持 这黑玉矿脉便是唯一的指望 这里以前是一条普通的矿脉 附近有普通人家在这里开采 结果挖出了黑玉 因为这里是我们虚灵剑派 管辖的地方 所以消息便上报到派主 和两位长老那里 万盈盈在后面解释道 显然她也知道 杨开最近一年醉生梦死 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 杨开微微汗手 尝试催动了一下虚灵觉 立刻便感觉不少灵力 被自己牵引而来 不过比起使用白玉修行 还是差了一些 这黑玉还是要人开采出来才行啊 杨开说了一声 万盈盈道 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一起过来啊 杨开摇头 我虚灵剑派人丁西部 单靠他们效率也不高 要不就雇人开采 万盈盈提议道 不用 我有法子 杨开说了一声 转身朝外星去 片刻后 返回虚灵剑派 让万盈盈自去修行 自己则去马就处 牵了马匹出来 一起绝尘而去 片刻后 山下小城之中 杨开在药铺里 买了些药材 又寻了一间客栈 等了半日功夫 这才怀揣一个小侧瓶 上马雷去 天罗府总坛 所在是一片巨大的庄园 作为一个地阶势力 门下弟子数量不少 足有五六百之多 比起虚灵剑派的人丁西部 简直天壤之别 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 也让这总坛人气旺盛 俨然就是一个小城般的存在 礼士殿 天罗府府主和八大长老齐举 原本是由九大长老的 不过三长老张伯雄死在了 虚灵剑派 如今就只剩下了八个了 这八人 各个都是地阶强者 最差的也有地阶四层 实力最强大的大长老 李正钦 与府主舒万诚 更是地阶九层 只差一步就可以晋升天节 比起虚灵剑派 最强的只是地阶三层 天罗府的实力要强大太多了 此刻大殿之上一片凝重 气愤压抑 辅助舒万诚 陈生等 今日召集诸位长老前来 是因为最近出了一件大事 讲必诸位也都听说了 咱们三长老瞻伯雄 在虚灵剑派被人给杀了 而杀他的 不过是虚灵剑派 这一代的大弟子 一个原本 只有人间四层修为的小子 巴掌老眉头紧皱 夫主啊 此事我也有所听闻 不过并不具体 曾长老当真被一个 人间四层的小子给杀了 舒万诚凝重道 全中万确 是胡啸门的万天河 那边传来的消息 当时他便在场 所以对事情的经过最为了解 不过杀人者借助的并非自己的力量 而是那清虚剑主留下的一道剑气 所以三长老才毫无还手之力地被杀 清虚剑主 有几位长老面色惊悚 而那杀人者原本不过人间四层的修为 却不知为何忽然变成了人间七层 舒万诚补充道 二长老摸着自己的身杨胡须 眯着眼道 以人间修为 催动清虚剑主留下的剑气 想必那小子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吧 任何力量都不是平白无故获得的 催动远超自己承受力量的力量 必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舒万诚道 据那万天河所言 催动剑气之人恐怕已经身受重创 命不久矣 底下一群长老听得眼前一亮 底下一群长老听得眼前一亮 福主今日着急我等事 舒万诚道 咱长老与我天罗府劳苦功高 绝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虚灵剑派 否则传扬出去 我天罗府颜面何在 本府主已语出兵须灵剑派 为三长老报仇血恨 目光往下一嗓 何有哪位长老能走一趟 为本府主分忧 八大长老漠然不语 谁也不吱声 三长老地阶七层 都被那清虚剑主留下的剑气斩杀了 他们在场这么多人 没几个比三长老厉害 自然也没信心能抵挡那剑气 虽说催动那剑气的小子肯定凶多吉少 但谁知道那虚灵剑派还有没有旁人能催动更多的剑气 万一负了三长老的后尘 岂不糟糕 这种打头阵的活可不是好干的 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忧 这位长老个个都人老成精 就怎会不明白其中道理 书案成见底下众人一个个装死 心中归怒 有好事的时候都抢着上 有危险的时候都当缩头乌龟 简直毫无担当可言 二长老 书案成低头朝左手边的二长老望去 二长老一阵剧烈咳嗽 只咳得面色苍白 嘴角溢血 牵心的 福主明镜 老秀文己尘身 这些日子正就到了发作的时候 已是实力实不存留 虽愿为福主分有解难 只怕会误了福主大事 书案成定定地瞧着他 好半生才汗手道 二长老既然玩极复发 那便好生休养吧 转头看向另外一人 大长老 李正亲摸着胡子道 福主有令老朽自当遵从 这是我那十三房小妾即将临盆 作用不过这几日功夫 福主可否还老朽几日时间 待老朽见了那即将出生的黑儿 再去须领剑派 一群长老都愕然地望着 这七老八十的老家伙 掀起一阵恭贺声响起 什么老当义壮的赞誉滚滚而来 大长老闺笑回应 大殿内一片热闹 书案成听得眼角直跳 哪还不知道 这是大长老的推托之词 鬼知道他那第十三房小妾 是什么情况 若是一只不生 难道又一只等下去 忍不住轻哼一声 大殿内众人这才有所收敛 书案成身心疲惫地望着 下方这些天罗府的元老们 心头发狠 正准备说 要亲自出马的时候 大殿外忽然响起了 一阵怪异的声响 再想出人实力最差的 也是底阶四层 耳泪自然非比寻常 都忍不住好奇地朝外望去 我已经合适 书案成一肚子恼慌 长老们阳奉阴违 也就罢了 如此低下的弟子们 竟也如此不知分寸 这天罗府早已不是 他当初创建的时候 团结一心了 书案成眉头 皱得更厉害了 隐约感觉不对 空气中似有淡淡的血腥气 在飘荡 诸多长老们同样警惕起来 二长老皱眉道 情况有些不对 我去看看 七长老主动请鹰 身形一足 朝外扑去 片刻后 外间传来一阵 砰的响动 夹杂着一声闷哼 让大殿内 诸人听在耳中 瞬间脸色阴沉 齐说说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书案成和李正钦 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 鼻子眼中的浓浓警惕 一道人影 徐徐从外走了进来 那是个封神俊朗 身形英伟的年轻人 身穿一件蓝白衣身 一手提着一柄 未出窍的长剑 一手提着一个人 而那人赫然便是 之前才窜出去 查探情况的七长老 以之后事如何 本营继续收听 《物恋巅峰》 第3682集 《物恋巅峰》 《物恋巅峰》